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的第八课 就是Lesson 8 A Famous Monastery 著名的修道院 咱们像往常一样 还是先跟老师读一下 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Now please open your box at page 42 请打开书 第42页 咱们先把生词和短语跟老师读一下 好 动作快一些 打开到42页 Now read after me Monastery Monastery 咱们一会儿会讲到 这个词还有一个英识的发音 在英识发音中前面发O 后面是Tree这个声音 这么读也行 再来遍 Monastery Monastery 每音中呢 把这个O变成A 后面Tree读成Tree 分开来读 这么读也行 再来遍 Monastery Monastery 两个发音都对都好 再往后走 St. Bernard St. Bernard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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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英联邦国家呢 把这个词发成A这个声音 这么读也对 Pass Pass 每时发音把A 变成A口形大一些 再来遍 Pass Pass 两个声音都会听到 都对都好都可以 再往后走 Washdog Washdog Rashley Rashley Enclosure Enclosure Monk Monk Privacy Privacy 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 美式的发音 就是把前面那个字母 I 由A 变成I 双眼音 这么读也行 再来遍 Privacy Privacy 这个发音也可以 再往后来 Scare Scare Easter Easter 好 咱们先读完生词后读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书中 比较重要的一些词汇 先看第一个重点词 就是我们再看一遍这个修道院这个词 咱们注意到 左侧呢是英式发音 右侧是美式发音 英式发音前面放O 后面放Tree 再来遍 Monastery Monastery 美式发音呢 前面这个O变成A 这个声音 后面这个Tree 注意在美国人把音节喜欢读开来 读成Tree 这个声音也会听到 再来遍 Monastery Monastery 好极了 这表示修道院 但这个修道院呢 一般多是指在基督教的这个修道院 就是基督教的这个修道士住的地方 如果是基督教之外的一些寺院 咱们一般可以多用这个词 我们大家再读一下 Temple Temple 就是咱们的一些什么庙啊 什么道观啊等等等等 就是基督教之外的一些寺院 一般用它 还有一个更加专业化的词汇 就是专指清真寺 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个寺庙 咱们再看一些新闻里边呢 这个词也特别常用 我们跟老师在大声读下 Mosk Mosk 这个词专门指清真寺 那么这个修道院里住的是谁呢 就是男性的出家人 修道士 对吧 这个修道士这个词啊 大概是不分宗教的 我们说和尚或者什么老道 男性的出家人都可以用它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osk Mosk 就是修道士啊 什么和尚啊 什么老道啊 都可以用 那么 女性的出家人 咱们叫什么尼姑啊 或什么这个修女啊 什么嬷嬷啊 这些 大家都可以用它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Nan Nan 女性的出家人 她们不能住在monetary里边 那么女修道院呢 也有个专业词汇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慢慢来 Nanary Nanary 这个词显然是从难这个词派上来的 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词跟那意思一样 在那边 Convent Convent 好 这两个词一样 表示女修道院 可以同时记住 这个一般是他们修炼啊 什么住啊 这个地方 但是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督教里 有一个叫教堂 就是他们步道工作的地方 还接受忏悔的这个地方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Church Church 但这个教堂呢 一般不会太大 一般都是个小的 一个教区的 就步道区的这么一个中心的 有这么一个地方 一般是一个村子呀 或一个城市里的地区 或者一个大学里边 有这么一个教堂 叫Church 但是还有更大的一种 咱们叫主教教堂 有的时候简单称为大教堂 一般是一个主教步道的地方 它统侠着好几个小的这个教区 这个大教堂呢 有这么一个词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Church 出现Ch了 要把舌头吐出来一点 我们再来遍 Cathedral 这个叫大教堂 或主教教堂 咱们看上去确实更宏伟一些 这个教区更专业化的词汇 咱们到了四册里面会讲到 我们把这几个词汇 跟宗教相关的 他们住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 可以放在一块 不得记住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个重点的一个词汇 就是我们圣伯纳德 这个教堂 还有这个大伤口的这个名字 这是个地名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Saint Bernard Saint Bernard 我们知道这个伯纳德呢 原来是一个圣徒的名字 前面这个ST一点 它这个点表示缩写符了 表示它这个单词的缩写 它代替的是哪个词呢 就是圣徒这个词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拼起来的是Saint 我们大声读一遍 Saint Saint 这是圣徒 那么圣伯纳德本来是一个圣徒 但是在宗教之中 特别在西方的国家 经常为了纪念某一个圣徒 用他的名字给一个地方 一个什么教堂 或者是一个地区 或者甚至一个节日 用圣徒的名字来命名 为了纪念这位圣徒 本分中的圣伯纳德山口 包括圣伯纳德修道院 就是用伯纳德这位圣徒的名字 来冠名的 再比如说 你想想著名的圣安德鲁大街 叫Saint Andrew's Road 我们知道ST一点 要读成Saint 圣徒的意思 再比如说 著名的Saint Paul's Cathedral 咱们刚刚讲过 Cathedral叫大教堂 在这就是圣保罗大教堂 在伦敦 这个著名的大教堂 为了纪念圣士保罗 据说他的遗体就安葬在教堂之下 还有著名的节日 年轻人喜欢的 就是我们说圣瓦伦丁节 就是情人节了 这是以圣徒瓦伦丁的名字来命名 据说他是殉情而死的 就是这么一个圣徒文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aint Valentine's Day 再来遍 Saint Valentine's Day 这叫圣瓦伦丁节 就是情人节了 注意ST一点 表示圣徒 我们看甭管是地名 还是一个教堂 包括一个节日等等等等 经常是圣徒名字命名的 我们看到 会读 我们都知道就好了 这个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个 鲁莽的莽撞地 冒失地 这个副词 刚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Rashley Rashley 这就是鲁莽的 莽撞的 冒失的 那么这是一个副词形式 它的形容词形式更常见 就是直接把这NY去掉之后 表示冒失的 鲁莽的 不计后果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Rash Rash 这是一个形容词 这个形容词呢 他强调没有仔细考虑后果的 不考虑后果就去做事情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A rash decision 这是一个鲁莽的冒失的决定 当时你考虑了后果嘛 不考虑后果就 草率地下了这个决定 鲁莽的冒失的决定 再比如说 Don't make rash promises 我说不要轻易许诺 不要许下那些轻率的读言 许诺之前你先看看 你有没有能力去兑现嘛 如果不行的话 干脆就别 说这个话 你看 不考虑后果的 鲁莽的冒失的 我们再读一遍 Rash 用这样一个词汇 我们在考试中呢 经常有另外一个词呢 跟它同时出现 也近一词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也可以表示鲁莽的 冒失的 这也是我们在考研的 四六级里 常见的一个词汇 我们大声读一下 Reckless Reckless 你看中文类似 也是鲁莽的冒失的 但是这个词更强调 不顾可能出现的风险的 这个事情可能造成什么车毁人亡 这种不顾可能造成的 这个危险的 冒险的 这种冒失的鲁莽的 多用这个词更好一些 我们看例子 He was fined 100 dollars for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就鲁莽驾车了 可能是超速行驶 这个什么 这个枪道行驶 等等等等 不顾可能出现的风险的 不顾可能出现的危险的 这种冒失的 用它 这个fine在这里 是一个罚款的意思 急无动存 比fine的 并不是这个人很好 很好 因为熊斯fine就好了 他被罚款了 100美元 为什么 因为鲁莽驾车 被罚款100美金 这是表示 这个不顾可能出现的风险的 还有一个 也是跟鲁莽 貌似类似的 咱们说 冲动的 一时头脑发热 就买了 某个东西 或去做了某个事 叫冲动的 好冲动的 一时冲动的 这个非常好记 我们直接把这个名词 冲动和这个 凭冲动办事情的 冒冒失事的 这个形容词 同时记住 我们先读名词 就是冲动 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 impulse impulse 这也是我们常见的 一个名词 我们未来会看到 它的常见搭配 一般在前面加起词 on do something on impulse 由于一时冲动 凭冲动 做了某个事情 那么冲动的 头脑发热的 不计后果的 可以用这一个形容词 大声那边 impulsive impulsive 这个重音后译了 名词是impulse 形容词是impulsive 表示这个冲动的 头脑发热的 这个没有仔细考虑 能不能做到的 叫爱冲动的 凭冲动办事情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这句话 she saw impulsive she saw the hous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said she'd buy it straight away 我说哎呀 这个女孩子 太冲动了 为什么呢 她第一眼看见 那个房子 马上就说 我买下来了 立刻就说 她买下来了 这太冲动了 都不考虑 这个房子是不是 地点是不是合适 贷款能不能还得起 一时冲动的 我们再读一下 impulsive 好 它来自名词 impulse 咱们可以同时记 另外的 straight away 也是固定习语 就类似于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 right away 或者at once 立即 立刻 马上 这个出现了 我们也不要放过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straight away straight away do something straight away 表示立即 立刻 马上 做模式 好 这几个 鲁莽的 冒实的 冲动的 类似词汇 咱们可以放在一块儿记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单词 我们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 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 围场围栏 甚至表示圈地 这个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inclosure inclosure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围墙或篱笆墙 把一块儿土地给圈起来 这样一个行为 可以叫inclosure 圈起的这块土地 也可以叫inclosure 本文中是表示 用围墙 篱笆墙 圈起一块土地 把这个狗呢 关在里边 这么一个围栏围场 可以用它 你看英国的作家 托马斯莫尔 曾经描述过 在当年著名英国的 圈地运动里边 有这么一个短语 叫圈地运动 其实也是用这么一个词 当时就是英国那些贵族 为了养这个羊 把农民的土地 抢过来之后 建篱笆墙之后 说这土地是我的了 用它来养羊 当然羊毛很值钱 我们读一下 圈地运动这个词 inclosure movement inclosure movement 就是圈地运动 也是类似嘛 用个篱笆墙 把一块地 把它围起来 是这么一个 你看著名的 这个Thomas Moore 在Utopia 乌托邦里边 就曾经描述过 这样一个行为 甚至他把当时 这个行为呢 把它指比喻成 羊吃人的 这么一个运动 就sheep eat men 为什么叫羊吃人呢 因为当时为了 养这个绵羊啊 把这个老百姓的土地 抢过来之后 农民丧失土地 都饿死了 为了养羊 结果人死了 好像羊把人吃掉一样 这是圈地运动 用它 百分钟 用它来表示 养狗的这个围栏 把它记住就好了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拼写呢 因为它来自于动词 把它包围 环绕起来 就是动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close inclose 这也好记 in和in都可以进来 close是关上 进来之后 把它关上了 不是包围起来吗 包围或者环绕 可以用它 我们看它常见搭配 一般是用被动 用被动搭配比较常见 叫be enclosed by 就被什么什么包围 环绕起来 可以用它 我们看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the garden was completely enclosed by a high wall 这个花园怎么样 被堵高墙 完全包围起来了 就外人进不来 整个被堵高墙 把这个花园子紧紧包围 围绕起来 就inclose 被动 叫be enclosed by 大家可能立刻能回起来 我们在前面还讲过一个包围或环绕 还记得吗 是哪个词吗 有一个叫surround 大家还记不记得环绕着总统府的高墙 我们用这个词 这个词用主动被动都行 我们看close同时记 它也可以当被动 那么动词原型 当然是把后面那个异地去掉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动词 surround surround 后面round是一圈 外边转了一圈 刚好包围或环绕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she said that she wanted to die surrounded by the people she loves 你看她说 后面加避孕总句 她说什么呢 她说她想死 她并不是她想死了 她想死的时候怎么样呢 surrounded by 后面这是过去分词短语 在这当状语 来修饰这个死 这个die 这个动词 在死的时候呢 可以看作伴随状语了 周围的情况是被她所爱的人 所包围在身边左右 she loves定义从具 去修饰前面那个people 老太太说 死了可以 但是周围呢 得有我的什么孙子 虫孙子都围着一圈 我爱的人围在身边 死了呢 也就踏实了 被什么什么包围起来 这两个搭配 一般来说 是差不太多的 可以替换 be in close by 和be surrounded by 咱们同时记住 但是还有一些 更为专业的词汇 比如说这个搭配 可以表示 这个部队 军队把一个地方 给包围起来了 所以它用词呢 更窄一些 动词原形呢 还是把最后的字母d 去掉 留下这个字母e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besage 好极了 这个也是包围或环绕 但一般都是指部队 军队把某一个城池 或要塞 给包围起来了 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 Troy was besieged by Greeks 大家可能看过一部老的电影 就叫特洛伊 就是Troy 特洛伊城被希腊人紧紧包围 当时希腊人进攻特洛伊城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把这特洛伊城的名字 也读一下 Troy Troy 我们再读一下希腊人 或者希腊语这个词 Greek Greek 好注意 BBC是by 叫做被什么什么包围 但一定是军队 或者部队包围某个地方 这几个相关词 放在一块记 更好记一些 好 最后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清静 隐居 个人自由 这个名词 在写作中可能用的特别多 但是我们跟老外对话时 会听到两个声音 同样左边这个是英式发音 右边这是美式发音 英式发音前面这个爱发音 这个声音 我问老师大声一遍 Privacy Privacy 美式发音呢 这个爱 发双音爱这个声音 再来遍 Privacy Privacy 就更像他形容词private 就私人的那个词 更类似了 清静隐私 或者是某人的个人自由 可以用它 一般来说呢 我们多做不可数名词 它是一个抽象的词汇 不可以数的 常见搭配呢 有这么几个 比如说 保护某人的隐私 叫Protect one's privacy 或者Privacy 保护隐私 还有Respect somebody's one's privacy 我们后面用美式发音了 叫做尊重某人的隐私 还有Invade somebody's privacy 叫做侵犯了某人的隐私 这个可能是在写作中用得多 咱们再来遍 保护隐私 尊重他人隐私 和侵犯了某人的隐私 用侵略这个词就好了 我们都知道 这个隐私清静这个词 其实来自于 咱们在新概念第二册的第一课 一个私人谈话里面 就出现这个词了 在三册的第一课 这个私人收藏家都有 对吧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这个无论英式美式 前面一定发I这个声音 再来遍 Private Private 代表是私人的 或者个人的 你看在新概念二词的第一课出现 A Private Conversation 以此私人交谈 私人谈话 可能勾起了大家 新概念二词的记忆了 第一课就讲过这个 还有我们三册的第一课 也出现了 A Private Character 一个私人收藏家也是用它 但注意它的名词是Privacy 或者读成Privacy 两个翻译都可以 好 这是第八课 声词和短语部分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儿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单词我们就看到这里 谢谢大家